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叙利亚战火连连 全国有一半的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小特朗普的推文发出了之后 遭到了网民群企抨击 一些网民借用难民孩童的照片推文说他们不是糖果 John说这小特朗普看到吗 这是其中一个被你比喻成致命糖果的小孩 Dave回复说如果你的父亲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把这碗糖果吃完 接下来是这位Pack Daddy 他说小特朗普你是建议我们把难民吃掉吗 Amanda则是模拟小特朗普彩虹糖的图片 而换上了几只可爱的小兔子 他说如果我说这篮子小兔子刚刚从失火的农场逃出来 你愿意收留其中三只吗 这就是叙利亚难民的问题 Skittles的发言人则以相当严肃的态度来回应加媒体的提问 他说Skittles是糖果 难民是人 我们不认为那是恰当的类比 我们不会针对这起事件再做进一步回应 因为我们的任何说法都有可能被误以为是宣传的伎俩 在小特朗普发出彩虹糖推文的前一天 也就是9月19日 联合国在美国纽约召开第一个难民高峰会 讨论难民问题 各国领袖达成协议 为难民提供更多人道协助 那么在同一时间 人道救援组织在英国伦敦国会大厦前的一个广场 放置了2500件救生衣 铺成了救生衣墓园 希望借此能够唤醒国际社会对于难民的关注 看一下视频 8.7 million 21 million 的军事在世界上 从 Somalia,Syria,Afghanistan 如果我们解决这些关注 我不是说这是简单 我们会变成的图和状态 我们会变成的图和福利 OKS 居民们 我们接下来在节目当中 再来关注 目前在网上 都是有一群网民在争论 炒饭究竟是哪一国的 这一切是从前半年的名将 李奥费迪南德的 一则推文开始 费迪南德最近在新加坡 观看世界一级方程式F1车赛 那么期间 他在推特分享了一张 在酒店房间吃炒饭的照片 推文写道 午餐吃炒饭 在新加坡品尝本土美食 就这样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网民 跳出来了 推文说炒饭源自于印尼 不属于新加坡 安娜则说 这样的争论未免太小气了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炒饭 Justin说的我倒有同感 大家在争论炒饭来自哪个国家 但是不管这个了 炒饭好不好吃比较重要 有网民到维基百科截图 指出炒饭的发源地是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 接下来费迪南德也推文了 他后来就说 我吃炒饭的推文真的引起热议了 那就改成东南亚的本土美味吧 当然除了炒饭 很多的美食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都吃得到 当然也各有特色 例如好像肉骨茶 有新加坡的 有马来西亚的 云吞面呢 也有在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都有 那炸鸡更是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人喜欢尝试各地不同的口味 有些人偏爱自己的家乡味 而对自己家乡的美食特别赞赏 也以为也是人之常情 是 那么在这一番炒饭来自于哪里的口水战当中 当时有一则推文被转发了一万三千次 这网民调侃地写道 炒饭就说源自印尼 那烟埋就不认诈了 认不认的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不要再有灵火 烟埋也不要再来 当然森林大火不只是造成了烟埋问题 污染到空气 对大自然所造成的伤害 更是让人惨不忍睹 印度尼西亚苏梅达拉当地环保组织 森林之眼刚刚发布了航拍视频 显示料内省一些非法油棕源 在烧巴之后的面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烧巴问题不管是对于大自然造成的破坏 或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威胁都不容忽视 那么值得庆幸的是 印尼当地政府积极地加强措施 减少火点消除掩埋 但去年相比今年的灵火火点已经大幅度减少了 不过要彻底解决问题 还需要各方齐心协力才能做得到 好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 把目光转到墨西哥 在当地举办的一项铁人三上系列赛当中 出现了相当感人的一幕 在图中我们看到两位英国的选手 他们是两兄弟 哥哥阿里斯泰以及他的弟弟强尼 他们同时也是巴西里约奥运会的铁人三上 冠亚军得主 那比赛剩下最后700公尺的时候 强尼领先 阿里斯泰和另一名南非选手修曼是紧随在后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强尼体力透支 摇摇欲坠 眼看再也无法跑下去了 南非选手的趁机迎头赶上 但是阿里斯泰这个时候并没有加速往前冲 看了他到底做什么 看到了吗 哥哥阿里斯泰特别放慢 脚步提起了弟弟强尼的右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扛着弟弟一起跑向终点 那这是南非选手修曼 他在超越了两兄弟之后呢 终于一步一步跑向了终点线 最终成功夺冠 这时候呢 两兄弟也快要撑到终点了 在这最关键的一刻 我们看看哥哥怎么做 哥哥竟然停下脚步 从弟弟背后一把把把他推过终点线 以亚军完成比赛 而哥哥自己才冲线拿下了季军 这个画面真的是相当的经典 相信对于很多的运动选手来讲 是特别感人的 因为毕竟这个相互扶持 干苦与共的兄弟情 往往也是运动家 运动员精神的精髓所在 一方面是手足情深一奶同胞 另外一方面大家看到 体育真正的体育精神 并不仅仅是为了多得冠军 但话说回来我觉得安全重要 如果我快虚脱了 我希望大家先帮我求救 所以很多人帮助的 还是弟弟最需要的 是 是 是 哥哥做得很棒 好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到我们 《诗称有缘》 面部网页留言 也欢迎您可以浏览 包频道的新闻及时事节目网 这样重温我们的节目内容 再次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收获 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